去給你嗎 一共8名嫌犯被帶回警局 猛然不覺已經闖下大禍 原來他們其實跟這幾糾紛 沒有直接關聯 日前一名少年在學校 跟國中生發聲口角 氣得他打電話叫哥哥前來駐勝 為了幫弟弟出頭 王姓祖賢找來同夥開槍示威 警方在嫌犯住處搜出兩把模型槍 跟46發空包彈 這些槍械在網路上就可以 輕易購買取得 貫通槍管後就有殺傷力 但現行法規卻無法規範 祖賢的這個槍枝 他目前還沒有講得很清楚 應該是從網路這邊 來購買上購買來的 要幫弟弟出氣 王姓嫌犯校園開槍 所幸最後虛驚一場 祖賢迅速落網 沒有造成傷亡 否則附近家長恐怕很難安心 記者許志明 許志成 台北報導